2008年呢 志愿者让世界都印象很深刻 那么今天呢 到今天这些蓝衣的 这个蓝色的身影 依然是双奥之城最好的名片 十几年间 志愿的精神不断地渗入人心 志愿的服务 也融入了社会的生活各个领域 奥运留给我们的 不仅是这些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和更好的区域的新发展 还有这些润物细无声的 志愿的风尚和社会文明 我想呢 这些都是冬奥会 会留给我们的 很珍贵的无形的遗产 它孕育着奥林匹克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北京冬奥会共录用了志愿者是一万八千多人 其中呢 北京赛区占比是63% 延庆赛区占比约12% 张家口赛区占比约25% 我们也首创设立了志愿者之家 在每一个有志愿者提供服务的竞赛和非竞赛的场馆 都设立了志愿者之家 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为志愿者设立专属的场所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呢 就还守候在电视机前 而现在呢 我就怀揣着我俩的爱 一起来到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 在志愿服务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看到了我们志愿者们 都是为爱相聚 因血白头 我也很感动于大家的微笑和汗水 这正是因为我们爱志愿 我们爱冬奥 为了这共同的理想 所以此刻我们在这里 成为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志愿者 对于我们来说 一届精彩的这个冬奥会 既离不开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也离不开 就是包括我们志愿者在内的 这些幕后的英雄 他们的这个心情的这个付出 我想致敬每一位冬奥的参与者 镜头后的你们都是英雄 谢谢